在卡努台风与东北季风共伴效应下,桃园石门水库大进账,水位持续攀升超过10.46公尺 今天下午4时达到满水位245公尺,突经济部北区水资源区提供分享 在卡努台风与东北季风共伴效应下,桃园石门水库大进账,水位持续攀升超过10.46公尺 今天下午4时达到满水位245公尺,有效蓄水量净增加了7801万吨 卡努台风外围环流与东北风所形成的共伴效应连日来为东部及北部带来雨势 石门水库集水区自10月11日起至15日止,累积雨量301毫米,总入流量1亿1092万吨 出流量为3291万吨,水库水位由11日的234.54公尺 上升时46公尺至245公尺,这波降雨洪峰最大流量每秒达1193立方公尺 发生在14日凌晨30,净由水库调节,14日晚间10时以最大每秒280立方公尺放水 洪峰小减率76%,洪峰机延时间19小时,充分发挥防洪运转,减低可能洪灾功能 经济部水资局北水处副处长邱中川表示,石门水库供水区因水情好转 水历数已于14日解除警戒,本年度供水无余,二期到座可顺利收割 目前持续将进入枯雪期,明年上半年一期到座是否可顺利公管 由于时间上久,虽仍有待观察,但因数省深乐观 北水区表示,石门水库已做好迎接枯水期挑战的准备 在卡努台风与东北季风共伴效应下,桃园石门水库大进账 水位持续攀升超过1046公尺 今天下午4时达到满水位245公尺 突经济部北区水资源区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